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样艰辛努力 才让两件国宝踏上了回家之路 经典传奇 为您寄严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志 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下部上同步直播 1951年的10月26日这天 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内周恩来总理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这时一封由政务院转成的信函引起了他的注意 信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夺写的 但发信地址却在香港 看到这封信 周总理没有迟疑 立即打开 而当他看完信件的内容 总理不由得眉头尖锁 郑振夺在心里说了什么 以至于周总理有了这样的反应呢 他在心里说 得到消息 有两件珍贵的国宝被抵押在香港的汇丰银行 按照协议 一个月后就要抵押到期 为此他请求国家 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这两件国宝赎回来 那么他说的是哪两件国宝呢 您往这儿看 这是第一件著名的中秋帖 各位别看这中秋帖主体就三行 二十二个字 可是它的价值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它的作者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献之 喜欢书法的朋友都知道东晋二王啊 书圣王献之和他的儿子小圣王献之 他们父子俩的书法 那造诣是冠绝古今 说件事 说有一回宋代大书法家 有一位叫米福的 听说有个朋友 他有一副王献之的真迹自贴 那就十分想要啊 当然不白拿 要拿东西换 米福当时用什么东西去换的呢 当时他开出的交换清单啊 差点把朋友给下摊咯 您听好了 一片怀素的法帖 两副欧阳巡的书法 六副王为的雪景山水图 另外再加犀牛脚腰带一条 玉珊瑚盆景一哥 随便一件那都价值连城啊 可是为了求得王献之的一副字帖 米福竟然可以全部加起来 一并来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王献之的传世作品太少了 少到什么程度呢 据考证 今天王献之的传世作品不超过七件 而中秋帖便是其中一件 那么接下来再来说第二件国宝 柏远帖 那柏远帖是谁的作品呢 书圣王羲之的唐旨 同为东晋大书法家的王寻啊 他写给亲友的一封信杂 在书法历史上 王寻的名号 虽比二王 这个 差那么一丢丢 但是他的书法 飘逸潇洒 寒风韵神 而且您注意啊 中秋帖和柏远帖 这两件国宝之所以 弥族珍贵 还有一个原因 跟清朝的那个盖章狂魔 乾隆皇帝有关 有些朋友知道 乾隆皇帝的书房 叫三西堂啊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那是因为乾隆一生啊 对三幅字极为的喜爱 珍事 乾两幅就是王献之的中秋帖 王寻的柏远帖 第三幅则是王熙之的 快雪石晴帖 而因为十分之珍事 据说乾隆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一七四六年 乾隆皇帝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将这三幅字帖 特别的珍藏进了 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内 同时将书房取名为三西堂 正是因为这段历史 这段经历 这三幅字啊 被后人合称为三西帖 而中秋帖和柏远帖 则被合称为二西宝帖 不过可惜的是呢 到清朝末年 宣统皇帝溥仪在位的时候 原来珍藏在紫禁城里的 这些国宝啊 陆陆续续的就流出宫外了 怎么丢的去了哪呢 后来就没人知道了 那么时隔多年 二西宝帖现身香港 这到底是真是假 而郑振夺又是怎么知道 这个消息的呢 可以说是偶然碰到的一件事情 就很着急 然后呢 这时候正好 我爷爷就是率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 出访印度和缅甸 这件事情也很着急 就在香港的时候 马上就给国内打了一个报告 原来啊 就在一个月前 郑振夺奉命 率领新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 准备出访印度和缅甸 按照计划呢 他们途经香港 考虑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中国有大量的文物流逝海外 而香港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 所以作为国家文物局的局长 肩负着防止文物流失重任的郑振夺 决定在香港逗留几天 了解一下当地更多的 有关文物市场的情况 偏巧就在逗留期间 他无意中听到二西宝帖的消息 当时他就急了 作为专家 郑振夺太知道 二西宝帖的珍贵程度了 虽说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认 但是从消息来源判断 情况属实的概率极大 而更为急迫的是 银行抵押即将到期 我们出手一旦慢了 那么二西宝帖很有可能会 再次消失在茫茫人海 马上到了51年 11月底的时候 他就到期了 到期的话 你如果不把本金换上的话 这个东西就肯定就归别人了 怎么办 二西宝帖可能消失 再次流失出去 这要是离开中国 到了海外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得来了 而新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 也是大事不能耽搁 情急之下 郑振夺只好写信 把消息传递给政务院 报到周总理的案头 那么对于这些情况 周总理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知道周总理知识非常远博 他对于二西宝帖的珍贵程度是非常清楚的 只是从故宫流失出去的宝帖 真的会在香港吗 他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来加以判断 那么从哪些途径 从哪儿来了解更多情况呢 略做思考之后 周总理吩咐秘书 你赶紧去见一个人 谁啊 这位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之一 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 当时已经七十高龄的故宫国务院 时任院长马恒 因为在当时的专家里面 马恒院长对于故宫文物称得上是 特别熟悉 如属家珍 很多文物的流向 他是最清楚的 那么对于二西宝帖出现在香港的消息 马恒院长给出了怎样的判断 咱们下结束 二西宝帖现身香港 这是真是假 回购国宝 专家拟定了怎样的计划 关键时刻 负责鉴定的专家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呢 今天团集正在为您解密 刚刚收到关于中秋博远二帖 身处香港的消息 到底是不是真的 周总理派人去请教故宫博物院的马恒院长 必须说得知这个消息 马老当时也有点吃惊 但是他很快认为 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18年前他曾亲眼见过这两副宝帖 说到这儿您要纳闷了 18年前马老见过这两副宝帖 后来这个宝帖出现在香港 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别着急听我说 那是1933年初的一天 马恒啊还有文物鉴定专家 徐森玉一起来到北平的一座四合院 参加一场家宴 谁家的家宴呢 主人名叫郭宝昌 自事武 曾经是袁世凯的御用文物专家 跟马恒徐森玉那儿同行 那天呢 这个还没开席的时候 几个人正在喝茶聊天 突然这郭宝昌就很神秘的 对几位同行说 有两件东西 请各位人兄给长长眼 说话之间 他从内室取出两副卷轴 然后慢慢的展开 而当卷轴徐徐展开啊 马恒他们当时的脸色 就看着逐渐呆滞 因为他们看到的 正是中秋帖和博远帖 从此进城流失的二息宝帖 怎么会到了郭宝昌的手里呢 郭宝昌当时没细说 他只说 这是他花重金买来的真迹 同时他当众承诺 说在自己百年之后 他会将二息宝帖 无条件的还给故宫 然而郭宝昌去世之后 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 怎么呢 因为继承郭宝昌家业的是 他儿子郭昭俊 北平解放前夕 郭昭俊带着父亲留下的家产 以及收藏品 跑到香港定居去了 其中带走的 就包括这中秋 博远 两副宝贴 那么二息宝贴 这怎么又被抵押给银行呢 那么他到了香港之后 应该也没有一个什么 正式的职业 那么生活呢 大概很快就泄入了空间 他就把这个二息呢 他抵押给了汇丰银行 注意啊 因为像郭昭俊这样身怀重宝 同时又生活困顿的人呢 有不少 而当时的香港又是各种势力 盘根错节 本地的海外的都有 谁都想 因为乱嘛 就想发横财 所以当时的香港 自然也成为了各种文物 各路来源的文物 混乱交易的积散地 所以马上原来认为 情况会像郑振多所担心的那样 一旦我们出手慢了 二息宝贴 就极有可能被人 截租先登 流失海外 那么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 周恩来总理很快就做出了具体指示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 以及王寻博远帖 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 前往鉴别真伪 并需经过我方 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 查明物主有无鹅片 或高抬压价之事 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介绍一下 这位是国家图书馆 发展研究院原院长李志忠 他曾经见过这份总理批示 虽然时隔多年 他依然清楚地记得 周总理在批示当中专门提到 务必要让合适 董行的专家 仔细鉴别两副宝贴的真伪 11月5号 总理一回信 发布他自己 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就指示 第一 重议回购 第二 必须派和那个逝者 逝者是总行的 派 派人去 既有行政领导 也有专家 这个鉴定他的真伪 因为这个 我对这一段非常感动 国家的总理 只是这么细 就太细致了 符合总理的工作的功告 就此一场回购二席宝贴的战役 悄然打响 这场战役由谁负责呢 这里必须说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责任感 使命感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领衔受命的正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老 他不顾自己已经七十高龄 向周总理主动请应挑起了众人 当然马老深知 回购宝贴事关重大 仅凭他一人之力 难以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他第一时间向这位 时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的徐森玉 发出了邀请 请他前来协助自己 前头说过呀 当年在郭宝常家里边 徐森玉和马恒 那是一起亲眼见证过两副宝贴的人 话说当时徐老也七十多了 可是他毫不迟疑 当即决定陪同马恒一起南下 不仅如此 徐老还告诉马老 他会找到可靠之人在香港 共同完成国宝的回购任务 徐老说的可靠之人是谁呀 就是这位徐森玉的长子 十年三十八岁的文物收藏家 徐伯焦 徐伯焦不仅又成家学 文物素养深厚 对于书法鉴赏的造诣极高 更为重要的是 当时徐伯焦就在香港 一家银行任职啊 而且在香港 他有着很广的人脉资源 徐伯焦他的身份 他既是银行家 他又是一个文物鉴定家 他跟上流 香港的上流社会啊 还有这些银行家们 还有收藏家们 他们来往都非常厉害 在香港人脉很广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两个原因 前头说了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 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而好东西谁都想要 尤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各方势力更是虎视眈眈的盯着呀 如果没有一定的人脉关系 回购事宜很有可能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其次是当时的新中国还无法以国家机构的名义在香港操办回购国宝的事情 所以啊 1951年11月16日 马恒 徐森玉乘火车抵达广州 徐伯焦赶到广州迎接 至此秘密回购宝贴的专家队伍 算是正式集结起来 专家完成集结 接下来就是一同前往香港 执行回购计划了 可是您不知道 如何到达香港 这却成为了摆在马恒和徐森玉两位老专家面前的难题 怎么呢 因为当时的香港处在港英政府的管理之下 而中英之间当时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内地人员是没有办法自由进出香港的 但是因为需要鉴定保贴的真伪 马老和徐老又必须去到现场 那怎么办呢 国宝鉴定陷入困局 难题后来如何被破解 面对国家需要 有哪些爱国人士倾尽了努力 面对巨额回购价格 就是谁做出了关键决定的经验关系 继续为民解密 下面说到 因为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 马恒和徐森玉无法正常前往香港 可是因为对保贴真伪的鉴定需要 他们又必须去 怎么办 这个难题怎么破解呢 说了您不信 因为时间紧迫 当时已经七十高龄的马老和徐老 竟然想到了 现在说起来我真是觉得都好笑 想到了偷渡 来看这个 这是2005年出版的马恒日记手稿 其中1951年11月16日的日记 就详细写下了他们当时的计划 是怎么计划的呢 准备明晚 也就是专家们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晚上 去到澳门前往香港 为此当天下午几个人买了西服 上装 打算装扮成商人的模样 趁着夜色先去澳门 到了澳门再想办法转道去香港 当时定个方案 那么马恒他们的话装成商人 偷偷去香港 这些人呢 马恒啊 徐僧玉啊 都已经去牢嘛 这个计划成功了吗 很可惜 马老他们在澳门待了几天呢 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可是因为危险性实在太高了 偷渡计划最终还是放弃了 11月22日 马恒他们只好无奈返回广州 当然了 此时马恒他们心里呢 那是胶着万分呢 痛苦都不行 为什么呢 首先距离二锡宝贴抵押到期的实现 只剩一周了 这个时候必须跟物主取得联系 谁去联系呢 马恒那么商量 那只能让徐伯娇去 他可以自由进出香港 但是这却意味着 周总理交代的 鉴别两副宝贴真伪的任务 没有办法由马老和徐老来完成 而这就给回购宝贴留下了巨大的风险 因为虽说徐伯娇 对于书法鉴赏的造诣很高 但是他毕竟没有见过真纪 万一他看走了眼 别说两件 就一件是假的 这要买回来也是国家巨大的损失 那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 北京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这位老人名叫庄世平 著名的银行家 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 当年他跟中共香港地下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他得知马恒等人无法到达香港 他的名字叫做胡慧春 胡慧春呢 他是中南银行的董事长 他当然自己是一个收藏家 这是一位爱国人士 因为时间关系 可能呢就请了胡慧春啊 他要负责一部分的鉴定工作 这就让人放心多了 多了一个董行的专家 鉴定工作也就多了一份保险 当然保贴存放在英国人的银行里 要想取出来鉴定没那么容易 怎么办 还得说庄世平 因为时间紧迫 庄世平只能在银行间来找关系 当然这关系还不能随便 因为回购国宝的事情得尽量的隐蔽进行 只能找可靠的好朋友 同时他还承诺 只要能将中秋贴和博远贴 从汇丰银行保险库当中借出来 所需的保险费用 由他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全力承担 各位 国家回购国宝 风险由他个人承担 没有深厚的爱国情怀 是不可能做出这一举动的 必须说 庄世平的举动令人敬佩 很快 经过庄世平的努力 中秋博远二帖被运指 庄世平位于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的办公室 在那里 从字迹到纸张 从印章到墨痕 保贴的每一处细节 专家们都做了认真的鉴别 照来一个字 一点一点是鉴别的 一整个卷不是鉴别的 你只要 那几个字 那几十个字不多 是表现那个卷里的 但是卷读过卷就好了 就这样 在庄世平等人的协助之下 二系保贴完成鉴定 都是真的 那么鉴定完成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保贴可以顺利回归了呢 那有点简单 因为什么呢 因为 钱呢 到达香港之后 徐不娇便通过关系 跟郭昭俊取得了联系 那郭昭俊呢 想要多少钱 才愿意将这两副保贴 卖给国家呢 经过沟通 除了中秋 博远二月贴 抵押给银行的价格 是45万多港币之外 还需要再给郭昭俊 三万元 总计是港币 488376.62元 很奇怪啊 怎么有流泽呢 怎么还精确到 小数点后两位数字呢 这还得说马老 他肩负着 周总理的嘱托 这始终挂念着 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 这才有了 小数点后头的数字 能抠一分是一分 可是即便如此 这48万多港币 对于刚刚才成立 两年的新中国来说 仍然是一笔巨款 国家能够拿出足够的经费 来回购两副保贴吗 实话说 当大家把这个金额 报上去的时候 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因为国家那个时候 正百费代薪 要用钱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北京传来消息 周总理决定 从有限的外汇当中 挤出50万元港币的 回购款下 要求立刻回购两副保贴 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了 因为当时在国家 还是刚建国 百费代薪的时候 那时候 当时全国的外汇储备 要拿出将近50万 来收购这个二锡 等于总理这边 下了很大的决心 就这样 1951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国宝的回归 都有无数人 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或许我们不能辨知 他们的性命 在这里 我们可以一并 向他们致敬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团企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